主堂书有五大段 我稳稳一点点 头头的三大段 就是在交代为何是虚空的 首先就说是因为 造物主 它的绝对主权 第二大段 就是第三章 就说到因为设计 它又比定时又比永恒 结果我们觉得虚空 上一次第四大段 就说到道德秩序和功能秩序的张力 大家记得这一个 其实它是说如何衡量福和和 特别是很介意 那些恶人的福可以大过你的 我们上一次说到 道德秩序和功能和所谓物质秩序 是同时生效的 所以就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不要介意 有多少福多少禍 其实这些都是神秘的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禍 有些低不了的 也都不要介意 有些恶人 所谓的 他的福可以比你多 其实根本是 第一他是弱者 第二就是因为你自己 其实真的 我们都不可以说 我们好像给他配得多些福 每个人都不是人 好了 今天我们最后一大段 九章一路到第十一章六节 就是将功能秩序和物质秩序的张力 放在一起 这是很多人 我想大家一读传道书 一开始就已经问这个问题了 既然成定了所有东西 我做得这么辛苦做什么呢 就是真的 就是好像道德秩序也是 我们上一次说的 就是你做个好人都没用的 分分钟你的福 未必救过个恶人这么多 就是一样是有这样的张力 功能秩序可能更加的迷身 因为我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付出很多努力 但是可以的结果就是由他们定 那我做不做呢 这个是这样的张力 这个是九章一到十一章第六节 今天用这时间来讲一讲 大家看我的笔记 其实它是有很多指引 帮我们分断的 首先 九章一节 和九章十一节 就相同的 有一样东西就是 临到众人 都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说两样东西 九章一到十节 临到所有人 都是同一个结局 就是大家都要死 大家都要完结 九章十一至到十一章六节 临到众人 都是一样的原则就是定时 其实定时就是我们说的 物质秩序 就是神定了所有东西 所以它是说两样东西 如果你要再分析 就是 就是 这个所谓功能秩序 你不要说那个功能 现在如何 总之你多好 多成功 都没用 因为有一天你都要死 以及一样这样的死法 或者不一定是一样死法 不过是 一样是Eco-Chance 这样死的 就是 你很成功 或者很失败 都分分钟 都没有影响到 或者改变到你的死法 这个就是九章一至十节 我知道也是 如果大家看我的笔记 就是把物质秩序和功能秩序 分开两边 它就是两样都说的 所以说到好像很乱 上一次也是这样 你要知道它是属于哪一边 你回去慢慢看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今天也不能够 很详细地说的 它一开始 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用手那个字 就是我们第一段 现在讲九章一至十节 有一个手字 就是物质秩序来说 这个结局在神的手里面 但是在功能秩序那边 你那一份就在你的手里面 就是用这个方法去表达那个张力 我们看九章第一节 九章第一节 我将这一节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 就知道以人和智慧人 并他们的作为 都在神的手中 这个作为 就应该解造是他们的果效 他们智慧人 以人做的最好的事 就是做好的事 那个好的果效 是在神的手中 或者是爱或者是恨 其实爱是代表恨 恨是代表恶 总之一个正面一个负面 这些很阔的 都是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 这个就是说的物质秩序 但是大家不知道明白 现在说的好人的话 是以人智慧人 他做的事 在一世的工作的果效 无论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他不知道 他定不了的 在神的手里 这个就是物质秩序所说的 他那份 譬如说你很厉害 很有智慧 做很多好的事 或者说很成功 应该可以赚很多钱 或者很多人称赞 或者很多人得到祝福 但是这些果效 全部都是神定的 不是理定的 这是在说 他用以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 在第二节就是说的 他说 因为凡临到众人 都是一样 他当然这里是说 特别第一部分 就是说的结局 都是一样的结局 都是一样的结局 二人和恶人都遭遇 一样的事 当然这个不一定 大家明白吗 他现在是说的 物质秩序 现在 在这个物质秩序 那个神的安排下 其实二人和恶人 就不一定有分别 是他定的 不在乎你做成什么 所以他说 好人结证人 和不结证人 献制与不献制 也是一样 好人如何 罪人也如何 喜事如何 怕喜事 就是那些 做了贵心事 也如何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只 事上有一件祸患 他觉得这件祸患 就是众人所遭遇 都是一样 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 心里狂妄 后来就归死人 那里 大家留意 他一开始是说 二人和智慧人 现在就说了恶人 恶人也一样 二人也是这样 在神的手里面 恶人也一样 他最后都是要死的 好了 结论 或者小结 第四字 如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子妄 因为活着的狗 比死掉的狮子更强 他们就说了一样 他说 和一切活人相连 即是说 还在生的人 即是未死的人 他还有一个子妄 就好过那些死了的人 这个 记得吗 我们以前说了一个矛盾 以前我们就说 死好过生 现在就说生好过死 就是 就是 活着的狗 你知道犹太人 是最比善的狗 狮子是最好的 活着的狗 也好过死了的狮子 为什么 因为他有子妄 但你留意一下 他有什么子妄 活着的人有什么子妄 接着他说的 第五字 活着的人就知道必死 死了的人就不知道 其实好像很讽刺 你想想 即是活着的人好过死的人 好在哪里呢 就是他知道一定要死 死的人就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你知来也没有用好 但是他是在说 这些智者是喜欢这样说的 就是想刺激你想想的 不过你想真一点 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不只是在那里讽刺 如果讽刺 就是说 你活着也没用 但在物质秩序 我们好像是这样的 不过你如果留意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你知道你必要死 或者你知道众人都同一个结局 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他要说的 你慢慢就知道有什么重要的 他就等着我们先说 他说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他不会再得到赏赐 他们的名无人基点 他们的爱 他们的恨 无论他做的果效是怎样的 他们的质道 其实质道应该说 他们所追求的 早都消灭了 在在光之下所能一切事 他们永不再有份 所以他用这个粉这个字 在下面也继续说这一点 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他到死 一个人都要死 到那时候 其实你就没有粉 所有东西都没有粉 如果还活着 仍然还有粉 虽然你知道 这个粉 始终都没有 始终都没有 他在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他在下面更加清楚地说 就是说 原来我们 我以前也说过这一点 这一点 对于我们最终 什么都没有的意识 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知道必要死 或者说 他的意思就是 你做得多好都要死的 你不会赚多些东西 但是这个观念 就是你这一份 始终都没有 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样才会珍惜你那份 其实 虽然那个结果 不在你的手中 但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这个结论 其实这个就是 每一段的结论 今次是放在头上的 在第七节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每一大段 都是这个结论 所以你只管他 欢喜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 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预纳你的作为 这个预纳不是表示 是因为你做得好 祂是预纳你所做的事 或者你所得到的事 就是你有这个生命 是祂欢喜给你的 我神也说 这个是 祂现在不是说道德秩序 神给你这个生命气息 给你有机会 有这个功能 做你应该做的事 这个是神 欢喜给你的 这个其实是最有意义的事 这个我想强调一点 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不一定很有功效 因为功效在神里面 你有意义的人生 如果跟他说 就是因为你活着神 喜欢你做 或者喜欢做那个人 那就已经够了 因为那个果效不重要 果效在神的手里 不关我们的事 你试试看下 所以从这个章里来看 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或者不辛苦做 不过你看一下 譬如好像 救了些先知 其实很好 神呼召他 很圣洁 很忠心地做 结果没有果效 没有人听 那就死了 他所说的那些事 好像很正 不过从来都没有看到 但他的重要是什么 他做了 神要他做 本身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神喜欢 在那个时代 神喜欢有这样的人 做些这样的事 虽然他的事 从人看来是没有果效 当然先知我们明白 其实是有果效的 不过我们其他事 真的可以的 因为果效在神的手里面 刚刚是那段时候 你这些果效 哪个人做都没有用 但神的计划里面 他就是喜欢 甚至需要有一个人 来这样说话 所以你做了 你的作为就是神与立的 那就可以了 就没有看过果效 所以从物质跌着的角度来看 因为人人都会死 人人都会过的 其实是否真的 这么计划的果效呢 其实不是 最重要的是 这一份是神给你的 你就享受 享用这一份 因为神月纳的 水带八折说 你的衣服当时是结白 这个说得很奇怪 因为以前 没有撇白粉 很难把衣服洗得白 所以白 所以平时他们 不会喜欢穿白的衣服 很容易脏 不耐着 所以留在很开心的时候 才可以穿的 才可以穿的 所以衣服经常是结白 就是说 你要很开心 这些很重要的时刻 才会穿白衣服 你的头上 不要缺少高油 高油又很贵 我们说过 当然要很开心的时候才用 这个他说明 你要很欢喜 或者很祝福 你要庆祝你每一天 因为是神月纳的 第九节 他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似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他说得很清楚 虚空的 因为是没有 会走的 那些年日 那些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到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日光之下虚空的 时尚所得的份 他选择了一件事 不是只想着和太太 他选择了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份 我们看我们的享受 也应该这样看 就是神给我 祂喜欢给我 祂越纳我 可以有一份 那你就应该快快乐乐地享受我 其实这个享受 不是真的享乐 祂包括了 你好好地做好你要做 总之你做回祂所预纳你给那份 那份包括祂工作 包括祂什么东西都包 总之是神为你预备那份 你便好地领受这个礼物 就享用祂 最后第十节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事 是你手所当作的事 刚才我们说的果效在神的手里面 现在在你手里面 所要做的事 就要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的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 没有智慧 这个总结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神的手里面 就是那个结局 那个果效 是你控制不了的 你又不知道他多长命 又不知道什么 这些全部都不关你做的事 可以 但是在你手里面那些事 包括了你的工作 你要做的事 以及你要享受那份 你要尽力去做 其实这个作物 不一定只是做事 尽力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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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呢 因为你去的阴间 就没得做 这个阴间 就不是说地狱 天堂 很多人批评全道书 因为他好像没有来生的观念 所以不是虚空 我们有罗心观念应该是不会这样的 但其实不是的 我都说他只是说日光之下 他只是把他说的东西 焗一下日光之下 所以去到阴间之后的东西 他就不说了 他只是关注日光之下的一份 所以阴间其实应该 构约很多时候 阴间其实不是真的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阴间 这个是他们的图画 很多时候代表 如果特别是传道书 是代表一个坟墓 因为他只是看到那里 日光之下 只是看到那里 不论如何 他意思是 就是你死的意思 当这个结局来的时候 他就不说他是不是上天堂 因为他不是想说日光之上的东西 所以他不理 其实我们真的不要觉得 他是好像没有服务 没有服务的盼望 他不是没有 他是不说的 那些留在其他书里说 他是想说日光之下 这份怎么办呢 他的点是 当你去到那些位的时候 去到要离开了 这个结局 你那份就没有了 前面也说了 永不再有份 不是说你死了之后就没有知识 在日光之下 那些知识 那一份就没有了 你没有份了 所以你要珍惜他 是否尽力去做 这个是说的 所以物质秩序不是叫你 于是就放弃 反正他说了事 我做那么辛苦做什么 不是的 你要珍惜你这一份 和尽力去做 原因都是因为神喜欢给你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意义 因为我们真的要诚实一点 因为他是说的 神将永恒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你不是永恒的东西 你会觉得足够的 不够意义的 这是真的 那么辛苦 这样几十年 那又没有了 他意义当然是没有上天堂的意义那么大 就是你可以不够 不过从创造的角度来看 就不是 他就是说 这个都是做物主 在祝福中意给你 在祂的心意里 祂就是喜欢在你未上天堂之前 在现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 一个牢碌虚空的世界里面 他给了一份 如果你尽力去享受和享用这一份 这便满足到他的心 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这个就是敬畏耶和王 敬畏这个做物主 你不要管那一份好像比别人少 或者那一份不是那么多 其实不要紧要 他喜欢给你就最紧要 这个是说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 只要个救熟主 就不尊重个创造主 我怕是这样 其实这个都是他给你那份 即是他给你这个礼物 你又掌握不了 你不用管 总之他给你这份 你就珍惜他 因为跟着就没有这份 这个是真的 上到天堂是没有的 有另一份 你可以说更好 不过 就不同了那份 所以我说 就算你现在 譬如今天 在这个日光之下 你真的有很多考验 很多挣扎 你想想 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因为上到天堂没有 真的 苦难也是 神有时 容许你在苦难里面 有很多考验 很多挣扎 学到很多很好的功课 这些都是神的心意 是吧 你上到天堂没有他 所以你都珍惜他 而且你如果在中心地 或者存在一个正确的心态 来享受他 其实都是满足他的心 这个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我不记得有没有在这里说过 我经常都说 你真的试试想想 如果现在 神要你 即是回到天堂 即是你真的面对死亡 你试试他 他其实就是想你 试试想想 如果真的 你终于有一天都要去 不如你早点想好一点 不要想到 到时才想 你会想想想 你要离开了 即是离开这个日光之下 这一份 你会觉得什么呢 或者很多时候 都是说这个问题 就是你会觉得很有遗憾 我怎样才可以活一生呢 以至于我那一刻去到死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我没有遗憾 有没有遗憾 其实应该早点想 让你到时真的不会有遗憾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 令到你走的时候 真的觉得 我一生没有遗憾 当然可能很多人 有很多的想法 我个别有没有 这个不一定有没有 不过我觉得最好的 或者最真的应该是什么 就是你发觉你一生 你没有辜负到神给你这一份 你做了你应该做那个人 这个就是他所说的 你能够尽力去做到神创造你 为你预备了那些东西 你能够做到那些东西 其实保罗也是这么说的 对吗 我一生没有违背 这些东西 当然他从一个 使命的角度来看 但其实这个 你可以再阔一点 你就是存在一个 正确的心态 一个敬畏感恩 其实传道书就是说的 你去领受这一份 真是尽了你所知的 就是活出这一份 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当然其他的 这些其实就是 都不是靠我们 就是说那些永恒的福乐 这些是他给的 也不是靠你做来赚到的 你所能够做的就是尽力去做 他越纳给你那一份 当然每一个人可能不同 你那份是什么呢 放在你手里面当作的事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他说的 所以他说 我知道一定会死 这个其实 本身也很有意义 就是知道原来 我喜欢有一天 这一份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很积极 尽力去做好我的一份 所以他这样说 不是很讽刺式的 而且他不是很负面的 不是人生看得很灰 刚刚相反的 他是很积极的 既然我们每人都要没有 这一份 永不再有份 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一份 这是第一件事他要说的 我说在这里停一下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否有毛线币 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明白 有一次我记得杨姨说过 希伯伦原文里面 看见和享受那两个字 那个字意是很相同 刚才杨姨说的东西里面 我经常想起这个想法 我可不可以在刚才说的 我最印象的是 其实在我们眼里的功效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只是活出上帝给我们 那一份 那一件事 就是 他要我们做的人 可能是一个小传道 可能是一个大牧师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可不可以在这个项目 在意 其实我说的就是 传道书 这个享福 原文就是 《诗物》 《看是好的》 《看是好的》 《创世纪》第一章 《神造了这个世界》 都是《看是好的》 同一个字 就是说 其实我们 最好就是 看神给我们那份是好的 虽然那份可能 分分钟就是 譬如很少 没有人那么多 又或者是 明知你做到一部剧 最后都只有一个零 但你仍然可以看是好的 其实看是好的 你可以说就是 这里所说的 看到是神月纳给你 这一份 还有你将来就没有了 所以你快点 趁这个机会 趁你活着 好过你死了之后 你就没有了这个机会 你就用尽这一份 这是说的心态 你怎么看它 就是看它是好的 即使好像是虚空 虚空我都说的 多方便 又不掌握不了 又不明白 又觉得没有意义 又不满足 但你可以看是好的 他每个大段的结论 都是这样 要享福 都是一个good的字 那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太过着重 譬如为自己祈祷 或是其他人祈祷的时候 叫那些苦难快点离开 因为苦难 刚才你说 都是神赐给我们 一份里面其中一些东西 我们是否应该祈祷 给神给我们一个perspective 就是看事好的 instead of remove 那些苦难 这样呢 祈祷我都说过 不是从一个功能的角度来看 所以不是应不应该祈祷 祈祷应该很自然的 你在苦难里面 你很惨 你很自然求神 帮你 没有说错的 这个 所以当然你的心态 他现在是说的是心态 当然你有一个敬畏的心态 你就不需要那么弊毅 可能 但不表示你就不准祈祷 祈祷很自然的 你在真是苦的时候 你就求神帮你 其实每个案子都不同 神帮你多少 或者祂帮你就是 帮你忍耐 帮你能够有很多功课 每个案子都不同 但我们不需要说 应不应该祈祷 祈祷应该是反省心态 心态是对的 你不是那种 像以色列人那样 埋怨要求神 一定要帮我 不然我就不要祂 这样的心态 如果根据传络书 你可以一个很敬畏 尊重祂的心态 不过祂又乐意听你的祷告 那是属于救赎神学的 不是创造神学 同时生下的救赎神学 除了创造 我都可以在神里受和 我这个很明白 但到祂后期的时候 就在自己生日的时候 祂是嫌弃神给祂那份 是的 但如果你看到 祂说祂说的也对 是这样的 他最初说那些 即是说 祂让我拿走那些 其实是说神学的 这是一个理念 但到祂真的感受 就觉得很惨 情愿不要 其实祈祷都是 同神说你真心的话 这个不是说对 不是说错 是说你的态度 不过我真的告诉你 就算这样同神去 好像吵架 都是好的 都是对的 你是真的 其实这个是说祂的真诚 以及 都是祂的信心 祂不放弃神 所以这个态度上的事情 但功效就不关事 祈祷不是用来 不是一个功利主义 去看祈祷的 我先请问 我们现在说 日光斥夏这个世界观 其实有一个假定 是有一个日光之上 是同时进行的 我们旧熟 和密质秩序 但这个密光之下的世界观 如果他去到一个极致的 一面的 就好像世界的人 好像中国人的思想 都是这样 他所谓一个世界 即是说没有来生 没有什么 就享受 我们要好好掌握 现在的世界观 就是他们不信神的 那个观点 其实他就很合理 反过来他就说 我不是用你基督教的一个世界观 就是这个日光之下 来到他很继续去发展 这样 即我们 在某程度 如果我们用基督徒 我们也有两个世界观 我们也是欣赏他 他正在用我们的日光之下去看 但是欣赏他 现在我们也是不欣赏他 因为他缺了一些东西 你可以这样说 这个就是因为 在一个创造神学 是不强调基督教的独特性的 因为人人都是神造的 他们即使是不信神 或者不照合神 不认识这个神 其实他都观察到 以及受创造的影响 因为他也是神造的 正确就是这样 所以我不排除 其实现在我们针研 有些根本不是以色列人写的 他们一样是看到 当然他也是认识耶和华 他一样是看到这些 即他不是以色列人的弱体 但他一样是看到这些创造观念 我不排除中国人 譬如孔子、杜嘉 尤其是和传论书都很接近 他也观察到同样的 只不过 当然他的出路 没有传论书那么好的 你可以不说 因为他没有这个创造的观念 那么 构术更加没有 构术就是很明显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神启示 但创造 其实他创造的启示 都是说他人生的经验 他有足够人生经验 有这样的智慧 他看到这些都不出奇 所以他们都懂得 可能说 看开些 不要这么执着 这些 你可以说都是学了些东西的 你可以不说 不过他们就不承认 是造物主的意思 我不介意很多重复 就是他们和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人生就是 因为大家都是神造的 重复的地方 其实两个人根本不是对立 又不是分割 是同一个神 也不是谁更重要 但是分开来想是好的 因为是不同的 即是不同的原则 你可以这么说 重复的地方 我观察到有几方便 不过这些 大家回来看看 第一是耶稣基督 圣经说得很清楚 救赎和创造都要 借着耶稣基督 所以说是同一样 圣经也曾经把这个安息 放在一起 安息本来是创造说的 第七日 但譬如希伯来书 或者说有些很多书 都是将 以色列人在抗野得到安息 特别是希伯来书 将耶稣基督的救赎 都是用安息来说的 有些位置是这样 好像是大家接位的 其实这些都是在不同的角度来处理 另外一个 其实以前 一直来学术界 就是圣经神学 要处理的问题 都是觉得这些智慧文学很麻烦 因为好像处理不了他们整个圣经的主线 主线就是救赎 这些好像完全处理不了 所以创造好像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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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不过我觉得最好 或者圣经有的一个图画 能够两样处理得到的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就可以贯穿全部圣经 就是神的王权 就是皇帝这个观念 圣经常有的 就是皇帝在他们古时的情况 就是最能够处理这两样东西 因为当时的皇帝 和我们今天的不同 当时的皇帝通常 他们有很多仗打 皇帝就是救了他们脱离敌人 帮他们成立这个国家 所以皇帝是够熟的 其实出哈加都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皇帝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要有责任去好地管理那个国家 和保证所有人都能够吃 好地管理 这就是创造的情况 就是很有秩序和给他们礼物 所以皇帝这个想法 其实圣经常都说 坤王就包了这两个 就是主 所以就不出奇 这个很自然的 就是这个创造和救赎 不过有时我们分开来想 就清晰一点 就不要那么多混淆 因为两个不同的很不同的范畴 如果传道书分 就是一纲之上 一个是一纲之上 一个是一纲之下 我想我们要继续了 好了 接着下面那一段 临到众人就是定时了 这个可能我们更加多关注 上次我们刚才说的是结局死亡 现在是说的是功能秩序 你知道功能秩序是说什么呢? 就像针言所说的 你如果有智慧 你做一件事 那个效果效就会好一些 你如果愚昧、懒、不听话 那你就有一个不好的果效 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 根本事实上都是这样的 功能秩序就是这样的 比如你勤力读书 你的分是会高一些的 应该 或者是通常来说的 虽然说不一定 不过功能秩序是一个定理 他就要说 但是临到众人有这个定时 就是这个物质秩序 11节就说了第九章 我又斩链记就是说 快跑的未必能赢 历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未必得粮食 勤力的未必得高分 明智的未必得知财 灵巧未必得喜悦 我们很明白的 不一定的 所临到众人 就在乎当时的机会 这个就是定时的字 这个就是他另外要说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关注的 功能秩序 去了哪里呢? 有这个物质秩序 就搞到好像 你怎样做都未必有用 12节就说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时 你没得定这个 你是不知道的 譬如你做生意 很努力做 还有你的资源 全部都对的 很好的 很聪明 但都不担保 你是不知道定时是怎样的 到时你赚不赚钱 其实你都不能定 这就是因为神有这个定时在 临到众人都是一样的 勤力的懒惰的 蠢的智慧的 都是有这个定时影响的 所谓的果效 鱼被恶网圈住 鸟被网罗捉住 这就是突然间 你知道那些捉这些鱼或者鸟 就和患忽然临到的时候 失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智 你做得很好 突然间一样东西弄下来 物质秩序好像否定了功能秩序的结果 正如道德秩序也是一样 物质秩序好像否定了道德秩序 就是恶人应该是有祸 二人得福这一样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我今天才刚刚遇到来说 我今天一天去了行山 就想着两点多就回来 谁知道今天是黄雨 当时我在大埔走山 大佬很厉害 我们都很害怕回不了 即是趕不及回来 即是你有很多计划 按照我们所知 今天他只说是骚雨 随时可以变 就可以搞坏你的计划 也是神的恩典 我回到这里 这个就是那个情况 即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掌握不了 特别是那个结果 那他就用了很长的蝙蝠 其实我在这里 尽量帮大家分了 大家可能就 即是我们不用详细看了 即是有些是物质秩序 有些是功能秩序的 就混在一起说 所以大家要跟得到 那他其实是分了几段 这里有四段 其实是 头头的三段 即是我也有整的 就是我见是功之下有什么 这样的 这样是要分的 第一段就是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有这个定时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引言的 接着就有两大段 就是九章十三节 就是他开始一样 就是我见日光之下有智慧 智慧是好的 不过也不行的 就是智慧第一 是脆弱的 他就给了很多例 十三节到十五节 属于物质秩序的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 我看乃是广大 就是智慧是很大的 就是有一小城 他举个例 一个小的城 其中的人很少 全部都是小的 又有一个大君王 来攻击他 收缩刑女 这个刑女 是很高很大的 对抗他的章城围困 他给了一个例 很小的城 面对一个大君王 城中有一个贫穷 这个智慧人 资源很少的 他用智慧救了那个城 就是很厉害 所以智慧是很厉害的 他这么少都可以打赢大君王 他说不过没有人纪念过去 即是可以 他的意思是这样 智慧很伟大 但可以被忘记 即是他的结果都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的 十六节 他说 他说 智慧胜过勇力 然而那个贫穷的智慧被人藐视 他说没有人听众 即是他的回应 他说明是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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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掌管愚昧人的哭声 其实他说的是一个大一个小的 安静就是很小声 很静的时候 听智慧都比这些大声哭的愚昧人更好 你可能觉得他说得没什么特别 其实这就是说他的一个原则 就是你的智慧的结局 或者那个果效你控制不了 不过仍然是智慧好 就这样 就像我们上次也这么说 恶人可能他有份大一点 不过你也不要做恶人 因为两个秩序都同时生效 一样有功能秩序的 所以你也是听智慧人的愚昧 虽然结局是没得控制的 18节又回到另外一个 智慧也是胜过 就是好过打仗的兵器 打仗兵器就是那些很强力的 很有力的东西 但一个罪人能败坏很多善质 就是一个人就搞砸你 或者一个错可以搞砸你整盘计划 有人说 你要用很多年才能够建立到别人对你的信任和尊重 但你做错一件事就可以全部都没有 这是十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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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使用作香的高油发出臭气 香港的高油是很多 或者很香很贵重 一只死苍蝇就搞砸了 这样一点愚昧引导败坏 智慧和尊明 即是所谓智慧很脆弱 即使很伟大没有人记得 即使很好的都被人藐视 即使很强劲都可以被人败坏 小小事就搞砸你 到十章第二节 又转到功能秩序 他将愚昧和智慧比较 这个很明解 当然是说回那种东西 就是智慧怎样是好些 虽然他这么脆弱 但怎样都是要智慧 智慧的人的心居由 愚昧人的心居左 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是居什么 应该是靠左的 不过这个是 你知道古人 圣经又是比较好的 或者不复复的 其实是这样 智慧人的心 他都比愚昧人的心 其实是这样 然后他说 并且 愚昧人的走路 显出无知 他走路是最简单的事 也被人看到 其实他愚昧人是没有心的 心也是很缺乏的 他对众人说 他是愚昧人 这不是真的他说的 大家明白吗? 他走路就好像说给人知道 他是愚昧人的 看他走路就知道了 所以你也不要做愚昧人 所以你也不要做愚昧人 虽然智慧也是很脆弱 未必有那个果效 但你也不要做愚昧人 其实是这样 第四节 其实也在说 那个吩咐 因为下面一样 那个格式是这样的 就是不要做这件事 因为什么 这些就是一个格式 他用一些其实很像针言的 用这些来说回功能秩序 你知道针言就是说道德秩序和功能秩序 传道书是说密切秩序 但他这里就拿一些针言来说回 即是说功能秩序仍然生效 第四节 他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路 不要离开你的本位 因为柔和能免大过 即是说一个神子在一个皇帝面前 如果他生气 你就不要说说我不做 即是你要柔和 那你可能就能避免很多 即是说一个很普通的例子 一个功能秩序 如果你有智慧 就可以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和 那就是这样的 ok ok 大家都有没有什么问题 先说一下下面这一段 因为都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很快就说完 大家先休息一下 第五节开始 其实另一段 就是我见日光之下 有一件和环 这个和上面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他说的是人生的错误 所谓的错误 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很多时候是这些意外 疏忽 不是刻意做的愚昧 或者罪恶 都一样搞坏 这些是比较好的 就是所谓的意外 似乎出于掌权者的错误 你知道那些老师有时做些决定 他不是故意搞坏 不过有时都是做些不太适合的决定 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 附足人坐在低位 这些他未必是故意的 他未必故意弄坏自己的 不过 somehow就是这样 就是有些不应该坐那个位 就坐到那个位 这些是所谓的 这些就是无法避免的 第七节我见到 牧人骑马 你知道骑马应该是很尊贵的 王子的牧人在地上部 就是大家的位不适合 第八到九节就是说意外 滑坑的自己必调在其中 这里有很多个必字 全部都不要用必字 因为原文真的不需要这么分 或者说可能会 有很多种译法 就是说滑坑的可能会掉下去 有意外的工业之外 拆长颈的必可能为蛇所咬 这个背景我们没有 因为以前的墙 包括铁花板也是的 不是用砖砌 大家知道 就是用砖砌和河滚草 这样做到的 所以经常会流浪 会流浪 会流浪 有很多洞在里面 所以结果是蛇在那里做斗 所以拆长就很难以为 他们的工业案不是摘到自己 而是有蛇出来咬 这是意外 当时他们所常见的意外 他说作开石头必受损伤 即是可能受损伤 即是你作的石头 砍木头的可能遭危险 这是工业意外 他说意外 也避免不了 第十节开始 就说回功能秩序 用这些例子 但如果你聪明一点 又会少一点意外 意外避免不了 十节说 铁器遁了 若不将人磨快 就必多废气 即是说这个上面 斩的木头 或者作的石头 如果你的气 是弄它利点 就会少些机会受伤 可能你做过你就知道 即是你会省了些力 但得智慧子 咬就有益 所以他说 智慧在意外上 也比较稳 虽然意外避免不了 但仍然 或者意外可以搞坏你的事情 不过你有智慧 其实会少些意外 十一节说回那个蛇 未行法朔 以先蛇 若咬人 后行法朔 也是无益 他真的说过 未拆墙之前 就要行一些法朔 让蛇不会咬人 他说 如果你愚昧 拆墙才行法朔 那就不行了 你要预早做 这个其实他不是什么神话 其实他们真的 有些法朔 我相信都是做一些 有少少弱 让蛇是顿很多 即是闻了之后 那次才是擦拆墙 这些就是智慧可以避免 这些就是说功能秩序 就是说你有智慧人 你就预了这些意外 这样你就会做得好 其实这些是common sense 然后12节就说 功能秩序 就是今晚上面的 就是 上面有个教训 这里又有个教训 就是第10 第11节就是那个教训 你如果跟智慧来做 其实智慧就有益处 然后对方的对比 上次就说走路 愚昧人走路是比人蠢 这里就说口 第12节 智慧人的口就说出恩言 愚昧人的嘴就吞灭自己 你知道嘴可以说话 可以吃饭 他就吃了自己 他口中的言语 起头是愚昧 他说的美亦都是奸乐的狂妄 愚昧人多有言语 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 其实这里就说这些愚昧人 以为自己很厉害 很懂得将来是怎样 不断说 其实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的 他身上的事 只能告诉他 凡愚昧人 他的牢笼使自己困乏 因为连晋城的路 他也不知道 他说回走路 就是说 晋城即是入省 应该是人人都懂的 最简单的东西 他都不懂 他就说知道有些什么 将来是怎样 其实他什么都不懂 接着也有一个对照 今次更勤劳和懒惰 他说 帮过你这个黄约是孩童 只顾着吃 你的群臣祖臣燕乐 你就有和了 帮过你这个黄约是贵族之子 你的群臣安时吃喝 为要保力不为酒罪 你就有福了 这就是说 如果你这些勤励 或者是忠心地做的 你就有福了 我说完这里 十八折 因人懒惰 房顶塔下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背景 那些房屋 他的天花板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记得耶稣君子也是随时可以拆 那 如果你懒惰 你整天都要去修补 要不然就会想下来 因人手懒 房屋就滴流 因为下雨就会流流水 所以他整天要去修补 这个都是说你勤劳 便可以 切摆盐值是为喜笑 走能使人快活 钱能叫万人 万事应心 我以前说过 是一个很大的章 好像矛盾 以前说钱不满足 这些人说钱可以 其实他也说功能秩序 如果你有钱 你能够摆设盐值 你能够宽乐 你赚到钱 就可以享受多些 这是功能秩序说的 你真是可以享受多些福 二十节就是那个分配 就是说不要这样 因为这样 你不要奏作君王 也不可心怀此念 在你饿防也不可奏作父母 因为空中的鸟必传弱 这些声音 有翅膀也必传说这些事 所以你不要随便批评政府 尤其是波士 因为有人听得到 其实他用一些例子来说 简单来说 物质秩序就是这样 就是你的果效是控制不了 不过功能秩序仍然生效 虽然你控制不了果效 你仍然要尽力做 做你应该做的事 正如我们所说 因为赚没有份 所以你要珍惜 这里就是说 其实你始终是有着数点 有智慧 都是有着数点 虽然你是控制不了 或者我们先休息一会 因为待会我们再说了几节 其实是所谓的一个总结 或者我们休息十分钟 大家看到我笔记得 我排了 有些是享福 有些是虚空 11章第七节 一开始就是先讲享福 光 光就代表福 本是皆美的 眼见日光也是可遇的 即是你看到这个日光 看到这个福 其实就是好的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 这个就是他总结 所以有这一份的时候 你就享受它 就要快乐多年 所以每一个大段的结论 都是这样 叫你最好就是能够享福 是吧 他说 然而 下半节 八节 下半节 就转到虚空 要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个日子必多 所以来的都是虚空 看到吗 这个是总结 所以你要享福 因为神给你这一份 不过你要记住 其实他想到是纪念的字 在下文也有的 就是要纪念它 记住它是虚空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 你这样才能够享福 而且你不会麻木追求 这就是一个对比 一个是光 一个是黑 黑是代表和 光是代表福 你留意 两个都有一个多字 人会多年就当法乐多年 人说这个日子必多 黑日子必多 不过你留意大家都是多 但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年 一个是日 所以他说的 福多过和很多 就是神给你那份 是吧 真的 这个就是 三百多倍 应该是 我不知道 你试试数一下 你的人生 没错 我们很多福 很多和 其实我们福是不觉得的 和就会很刺眼的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 但你想想 其实神给你这个福很多 不过他就怕你忘记了 原来是有虚空的 所以我们要记住 其实我们真的不要习惯 埋怨我们这些和 因为我们想想一下 你这个福是多 比你说的很多 很多 其实 你知道 我们 如果病 如果一年病三个月 你会觉得很长 才会痊愈 痊愈 但你想想 你这么多年 你没有病的日子有多长 你这些所谓和 但其实不是神给你 不是这样的 好了 接着 他就再详细 刚才那是他的隐言 接着就详细说回 因为他用一些同样字 例如11章9至10节 就是说回 这个享福 都是快乐的字 因为刚才说 是要快乐 12章1至7节 就要纪念 要纪念做物的主 刚才说虚空 你要记住 虚空的日子多 所以是对的 他有9章11章9至10节 就是说回你要享福 《少年人纳》第9节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幼年的日子 写你的心宽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为者 就是神必审问你 所以当从心中随掉仇犯 从肉体黑去邪恶 因为一生的开端 因为幼年之事都是虚空 这里我们这样译 其实是 有些跟我们所说的不同 所以最好不要这样译 我这里也有提到 我最后的笔记 最后寫 这个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是他11章9节 和最后12章14节 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一切这些事神必审问 你 很多人就这样译 所以 传道书 其实他前面说的 就是叫你享福享福 祂到最后都要 叫你小心一点 因为神不会审你的 你不要乱来 就说回道德秩序 但我相信《传道书》作为一个 如果这是他的结论 应该不是说这些 他应该在说物质秩序 而且他根本 神必审问你这里 就不是平时圣经说 神会审问你这样的写法 其实是 我这里的原文 就是神将这些东西放在他的执行底下 从来其他经文都没有这样用 所以这个是特别的 其实原来这个审问这个字 在圣经出现很多次 就不仅是解释问 这个judge 这个字 其实他本身 就不是审判 这个审判就是其中的一个解释 这个字很阔 这个字基本上是解作管理 管治 其实事师基本上就是这个字 judges 事师 其实是说神兴的一些人 在某些招牌做的领袖 其实他也不是审判的 他主要不是要审判的 是吧 我们都不会这么认的 我们不会认他做审判官的 他是事师 其实这个字 应该是等于今天的施政 即是一个皇帝或者一个领袖 他怎样去管治 即是行政长官做的事 所以这个应该是秩序的一个字 如果我们说物质秩序 功能秩序道德秩序 如果你要我选一个希伯罗文 原文的字来代表秩序 就是这个字最近 所以其实他这里是说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神放在他的秩序 这个意思是最好的 他说他跟着第十节 都不需要像这样的意思 其实应该是你当从心里面 随调受犯 叫你享福 现在 从欲看黑的邪恶 邪恶 根本就是假设是审判 道德 其实根本不是 邪恶就是bad 就是禍 这些字很阔的 可以在这里邪恶 其实我很多时候 太多从一个道德秩序来处理 好像有三个朋友 其实他根本就是说 神的设计 神的秩序 他说你要心中 内心就除去仇犯 肉体外表 就除去这些禍环 现在要享福 这个因物也不要 你可以因物也可以 因为人一生的开端 从开始就已经是虚空 你可以说就是因为虚空 所以你要享受它 是吧 你说回他现在说的 因为他会没有的 是吧 你就尽管去享受 其实他这里是在说这个 虚空是在下面才说 因为他分开两个主题 现在在说这个享福 是吧 我觉得不需要解围 好像要找一个道德秩序 来包起这个底 你不要乱来 神会审你 我相信 这样就和传道书 作为一个总结 就不是很适合 而且原文真的不需要这样认 到十二章 才说虚空 你留意两章都在说年幼 所以我说传道书 虽然我们说四十岁才明白 其实他是比年幼 你不要等到虚空来到 他下面就是说这件事 不要等到那时候 你才有智慧去享受 你就没有机会享受 所以是连幼 趁着你连幼 十二章第一次 所以拜日子还未到 就是那些日子就说 我再没有喜乐的年日 在那些日子之前 你就要纪念造物的主 其实你要懂得享受你一生 就是要一早就要学会这个智慧 除了享福 就是记住它是虚空的 其实就是因为 就算年幼的人通常不想这些事情 想虚空 或者不觉得是虚空 但是你就是要这样记住它 看着虚空来做人 那你就可以享受到那一份 就不要等到年老的时候 你就见到 正在经历虚空 你就太迟了 这段经文是很典型的 其实很有趣的 这段经文 其实我写了出来 我帮大家看看 其实是写得很漂亮的 是一个线型的结构 十二章一至七节 第一节 一头是对一尾的 就对第七节 大家都提到神的 其实大家都在说 你要回去做物主 所以说你年幼的时候很开心 在享受的时候 你要记住做你的主 这个做物主 然后后面 第二节 就是到你死的时候 尘土归于地 灵归于次灵的神 就回到神 所以两个都是面对这个做物主的 其实他后面就是说 你到时死的 你会离开这个日光之下 这一份 你就回到神那里 回到做物主那里 那份就再不属于你了 那他就是一头一尾的 就是面对做物主 那中间是什么呢? 这里说一个就是年幼 人生很年幼 但其实就 影响人生的终结 趁他未终结 其实后面的第七节 就是你要回到次灵的神 就是你开始的时候 所以一个是面向终结 一个回到人生的次点 人生就是这样回到 第二节就是对第六节 第二是对尾尔的 这不是很明显的 不过他用了两个例子 就是零零四四的两个例子 就不要等到日头越光明 月亮星寿变为黑暗 雨后云彩返回 就对第六节 银链折断金冠破裂 平子在厨房损坏 水轮在井口破坏 这两个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对 不过两个都是在说 一个common的东西 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第二节 其实他是说用大自然的景象 做例子 不过我不知道你明白他说什么 日头月光 还有很多的光 就是星 他说这会变为黑暗 这不是说世界末日的 因为他跟着说雨后云彩返回 所以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日光 月光和星都黑了 什么 听不到 可能暴风雨 可能暴风雨有些云都遮住了 因为他跟着是雨后 其实他在打风的时候 或者落大雨的时候 就什么都遮住了 但是落完雨之后 就应该回见了 不是 那些云又回来 你永远都看不到 其实他用这个例子 就是说 有一天 其实他说不要等到 那一天 那些光 即是福 或者生命 不再回来 他用一个打风 就是 平时落完雨 很快就出回太阳 打风就没有 那些云还在 就是遮住了 你看不到光 相对第六节 其实是说 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 一个荒废了家园 银链截断 金冠破裂 这些大户人家的灯 那些灯 以前是这样的 金冠其实是一个灯罩 用金做的 这些很棒的 这条链 就是挂着灯 都是用银做的 这些很高贵的东西 但是银链断了 跌了来 打烂了火 那个灯罩 即是不能回来 这个光 所谓灯 就是代表光 就是代表福 平子在全旁损坏 你知道当时是打水的 就是有个泉旁 就是有个水缘 那个瓶就是装水的 是吧 就打烂了 水轮 就是它有个轮 就破坏了 在井里面 所以又是 没有得救的 这是破坏了的 所以又是一样 不过它借用一个屋里面的情况来说 一个荒废了的家园 你知道 其实这个是 一本圣经也是很常用的 光是代表生命 或者是福 水也是代表生命 因为家园最主要是灯和水 就是光和水 就是当时来说 所以这个就是 代表人生 一个终结 荒废了 其实《元文》第六节 也有和第二节一样 开始都是不要等到的 不要等到这样 就是用两个例子 一个是大前 一个是家园的荒废 所以是一样的 中间就是最有趣的了 简单来说 就是人体的功能一路衰退 不过这个要有些想象力 我试试问一下 从第三节开始 看守房屋的发振 是指什么 其实它是借用一个 屋内的活动 来代表人体的衰退 看守房屋的发振 就是什么 老人家手振 应该 用手来看房屋 但现在手做不到事了 有力的屈身 有力的屈身 其实它当时真的说 有些人在屋里面 做看守房屋的 他就很震 其实是说一只手 有力的人 屈身 是指什么 驼背 或者脚 有些人说 推磨的稀少 就紫色 你想想一下 牙 推磨就像牙 小了 就停了 就是吃不到东西 老人家是这样的 不要等到那时候 你就吃不到东西了 从窗户往外 向的都昏淋 眼 眼花 看不到东西 它借用这个 来讲人生 不要等到那些时候 手又振 脚又没力 什么都做不到 吃就吃不到 眼花 还有第四节 街门关闭 很多人想到很多其他东西 就是很多东西 不过我觉得 最好就是 黏在下面那句 一起想 街门关闭了 所以推磨的响声就很少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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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屋是这样的 就是 里面是在推磨的 很吵的 本来 不过门就关了 所以那些声音 就听得很小 就是很小 在讲什么 老人家是什么 是耳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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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是街门 好像现在都关闭了 雀鸟一叫人就起来 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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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 这个是认得一样的 他这样说 就是说 你把声都没有气 说话 唱不了歌 不过我觉得 这不是这么简单 在这里 因为原文 就不是衰微 其实是屈 跪在这里 所以很难译的 这个 歌唱的女子 跪在这里 我想给他一个牵 就是他到尾 他下面都是一样的 他对的 就是到尾 他是用一个 写得很漂亮的方法 去表达的 你留意第四节 讲三样东西 街门关闭 都是推磨的 再你一叫人就起来 歌唱的 全部都是这三样东西 都是跟声音有关的 全部都是跟声音有关的 所以最好的解释 歌唱的类似 其实是在说什么呢 在说他们出殡的时候 那些职业的歌手 来唱那些 那些爱歌 因为他说衰微的 不是衰微的 是跪在这里 这些人好像 在那个仪式里面就是这样 就是当时 或者大家不熟悉的背景 其实我们以前中国人也有少许 就是邀请一些人吹 一些什么 但他的仪式是他们跪在这里 即是他们是一个悲哀 他就聘请一些人 那些叫做Mornas 就是帮主家人来做悲哀 他们就跪在这里 穿一些麻服 就唱一些哀歌 应该他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声音第一 你听不到 想听就听不到 第二就是 你想听到的声音 就叫醒你的 还有你到最后 人生到最后 就有声音 不过就是那些帮你唱爱歌的人 应该是这样 是一个很讽刺的 就是用声音来说 这个老人家 开始听不到声音 听到的都是不好的 就是叫醒了 还有最终你那个声音 其实就是 有人帮你做这个安息礼拜 OK 第五 其实第五节 都是一样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是说街外 这次正说是室内的 现在是街外 人怕 现在时间关系 我说快点 人怕高处 路上有饥荒 路上有惊荒 这个加上来解释就是最好 就是人就怕高 普通人 现在说一下 人人都怕高 就怕跌下来的 但老人家走平路 都怕跌 应该是这样解释 是在说室内 行树开花 很多人就说白头发 不过我这样说的 应该不是这样解释 因为希伯来人 就喜欢白头发 跟我们今天不同 就是老人家白头发 老人家白头发 先有人听你说话 所以 和行树从来 没错 行树的花是白的 但圣经从来没有用行树来代表白的 反而行树这个字在原文 就是解释为最早开始 这个是动词 因为行树是春天最早开的花 所以应该是在说这个 就是他形容那个开始多过是白色的 在圣经 所以行树开花 就是第一样 the first thing 就是第一样发生的事 还没说完 就是炸猛成为重大 应该加上来说 现在是在说室外 行树第一是怕跌 平路里也怕跌 第二就是行树开花 就是说他一早就出街了 这些神运 他说炸猛也成为重大 炸猛是最轻的 但你平时普通人 就是走到日落很累了 你就觉得很辛苦了 他说老人家就不是 一开始第一样一出街 就已经觉得很累了 大家明白吗? 就是连炸猛也觉得是重大 人所愿的也都废掉 人所愿的也都废掉 这个就是 他说得很阔的 人所愿的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是性欲 就是任你说的 或者是食欲 不过我想这里说是出街的 还有你留意 上文也是说的 我想对回来 这些三样东西 都是和行路有关的 好像上面那三样 最后的三样 都是和声音有关的 还有这些三样 就真的是说真的 你知道平时是用比喻的 你留意最后那三个声音 是真的说真的 但是这里 其实人所愿的也废掉 应该是说 他想去去街 现在没有得去 这些老人家 以前想去的地方 现在去不了 他说因为人归他 永远的家 应该是说 其实永远的家 应该是说的 你唯一可以去的 就是去这个坟 还有最后真的行的 就是吊丧在街上往来 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 香港都是这样的 出殡是在街上 你记不记得 大家多大的就知道 他当时也是这样的 就是棺材 亲人在街上行的 就请了很多吊丧丧的 你一起做 所以是对上面的 就是说你想去就去不了 唯一可以去到的 就是你的坟墓 还有真正最后 你人生最后的行动 活动 就在街上 有人走 不过是抬着你的棺材 大家明白 他是这样的表达 OK 关于时间的关系 最后就是一个结论 一个结语 就是说两样东西 一个是说的 这个我以前也提过 就是他们是喜欢 有一个这样的推荐这部书 好像不是他写这样的 Anyway 他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评价这个作者 说他用了很多时间 很多心机来写的 很多的真言 他说 很多的真言 很多的真言 就是 但是是值得我们的 他说是一个目者所持 在第十二章第十一节 就是很多很多真言 但是其实一个目者所持 这个目者应是指神 这些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 所以值得读 他已经花了很多功夫 去研究和写出来 跟着十二节到十四节 就是说本这部书的中心 特别是针对那些读者 都是用多的 上面就说他做了很多功夫 很多的真言 这部书说 你读书多就没有穷尽 读书多就身体疲倦 最好的解释 应该是说 我已经写完了 你不用再做多些 就是 就是已经是 研究完了 你不用再做了 但是他这次 上面就说一个目者 这里说的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重点 就是这部书 你不用搞那么多东西了 其实这些说都已经听见了 总义 the sum of all 所有东西 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经威神 紧守他的戒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分 其实他的分也没有 原文 That is all of man 人生就是这样 只有一样东西 他意思是不用说那么多 就是经威神 他说 因为人所作的一世事 连一世隐藏的事 无论是事是所 神都必审问 这个就是说回 正在那里说 应该是一切这些东西 都是放在神的秩序下 在他的统治下 所以你要敬畏神 其实是这样的意思 这就是总结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过了一时 我觉得很多人以为 全导师说到尾 其实现在有些学者 都是这样看的 就是全导师说到很灰 他又没有得救的盼望 又没有来生盼望 所以说到这么灰 所以到最后 有人帮他兜了我 就说你要敬畏神 其实我们这样说 其实我们这样说 就不是太 就是说全导师说的 就没什么用了 他都这样说 但我相信不是 其实他说同样东西 OK 刚才那一节 即是第十三节 讲的那个 敬畏神遵守他的戒命 那里 那个戒命 是指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马上想回 是莫世仁敬 但我相信 根据我们这样看 应该都不是 其实戒命都很阔 我相信他作者是特意的 他借用回救属神学说的那些东西 那个形式来说 就是说这些东西 都是好像救属那么重要 都是戒命来的 这个戒命 其实我相信他特意是 其实戒命 真的不是特别是一个救属的字 就是神的命令 其实《创世纪》第一章 都是说六日创造 都是神说的 都是神命令的 创造都是神的命令 其实他是特意想这样说 因为当时的人很熟悉 《摩世仁敬》 所以他用《摩世仁敬》 通常说的那些说话 其实他的《审问》 这个字也是 《摩世仁敬》 就是等于《略例》 这个字 经常用的 这些字 这个戒命也是 我相信他借用回来说 好像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有问题 再跟进就是 如果这样的看法 其他的智慧文学 比如《针言》 是否都是用创造的角度去看? 是的 是的 其实应该就是 《传道书》有百计 就是说物质秩序的 《针言》就是说功能和道德秩序 都是从创造的 他也有这么说的 还有一本 我相信就是《雅各》 这个很差论性 我说《雅各》 因为他也是所罗门 他写着所罗门 所罗门就是代表智慧文学的传统 因为他就和秩序不合 这些三本书就是和秩序可以看到 我相信他 《雅各》就是和《礼物》 创造也有《礼物》这个观念 他选了一个最美的礼物 就是《夫妻间的爱》 这个应该是在演绎中 创造的第二章《神作女人》那一段 我觉得这个创造的四部书 我觉得这样是完整一点的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 趁着把握机会 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正在预告下两次的《读经》 这边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还有点时间 可以问到一两条 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 好的 好 尽力和不尽力 在我们一生有什么分别? 我所得的分别 其实智慧文学从来不用罪的角度来看 你看真言也是 也是的 《摩西五经》也是说奸入是罪 要死的 真言也是说奸入 就是不要奸入 但真言从来没有说这是罪 不是说他不是罪 他是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的 所以你说不尽力 他不是用罪的角度来看 当然你都可以说是罪 不过他是用什么呢? 真言是说什么呢? 就是愚昧 你是笨 他不是说你有罪 他说你是笨 你没有智慧 如果你说这么说 就是你辜负了创造主 给你那些这么正的东西 你用得不对 他用这个角度 智者是这样的 他不骂你 所以当时的君王很喜欢智者 不喜欢先知 先知就是骂他说是犯罪 这是从creation的角度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有智慧 他现在说的日光之下 所以他是这样分的 日光之下就是 说你如何做人 那你就做个笨 就是你辜负了神给你这一份 其实都是不敬畏神的一样 日光之上才说你和神的关系 那么你犯罪就是得罪了他 破坏了这个关系 就是和神的 这个是说你和人生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愚昧的人 就是如果你不尽力 你没有用尽神给你那一份 其实就是蠢了 有没有问题 阿弥姨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 创造神学是教我们如何做人 是的 是的 你可不可以这样说 教我们如何做一个信徒 但是两者是没有冲突的 是的 而且是没有分割的 没有分割的 就是你在地上做人 都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都是神的心意 都是敬畏神 所以都是神的戒命 你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就不要分割了 这个没有那么重要的 这个就是不好的 就是你分割了就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看看摩西五经 他也是在说 或者是普罗斯信 也是在说 就是你如何做人 都是与你和神的 很有关系的 因为旧属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就不是一个分割的 好了 那不如我们在这里停 好吗 那我们给亚弥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